乞丐王爷 影子 在大明朝中旗 江湖风云变幻 天下动荡不安 朝廷腐败 官僚贪婪 百姓苦不堪言 在这乱世之中 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乞丐 却成为了左右天下命运的重要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张天赐 本来是个四处流浪的乞丐 却凭借着机智与胆略 一步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成为了所有人敬畏的存在 这个故事 便是张天赐如何从一个卑微的乞丐逆袭 最忠抱的美人 揽下江山的传奇经历 第一章 乞丐的日子 张天赐自幼父母双亡 家道中落 无依无靠 靠着四处乞讨维持生计 他虽然身世凄凉 但心里却从未对命运屈服过 张天赐坚信 这天底下没有永远的乞丐 只要有一天机会来临 他并会翻身 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 对他另眼相看 一天 张天赐饿得实在走不动了 便来到京城最大的富商李老爷家门口 低头乞讨 不料 他却碰上了富商的管家李胖子 这李胖子一向欺软怕硬 见张天赐一身破烂 便用脚踢开了他 还吐了一口口水 你这臭乞丐 滚远点 别脏了我家门口 李胖子哈哈大笑 丝毫不把张天赐放在眼里 张天赐咬牙切齿 心中暗想我张天赐早晚有一天要让你们这些狗官狗奴才跪在我面前 求我原谅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忽然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 慢着给这位兄弟些吃的吧 张天赐抬头一看发现说话的是一位身穿华贵衣裳的女子 女子美目如画气质高雅 她是富商李老爷的女儿李清雪 为人心地善良 不忍心看到乞丐受苦 张天赐心中暗暗感激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顿饭 但李清雪的举动却给了他一丝尊严和希望 从那时起张天赐便发誓要出人头地让李清雪记住他的名字 第二章机会来临 几个月后张天赐偶然间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朝廷内斗不止皇帝病重 全臣们争权夺利 而京城附近的匪徒们趁机作乱屡屡劫掖富商和贵族的资财 据说一批神秘的宝物证从京城运往边境 准备作为贿赂送给某个强大的边军统帅 以换取他的支持 这消息在江湖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许多江湖好汉都在打这批宝物的主意 张天赐心思缜密 他知道这是他改变命运的机会 于是他决定加入这场争夺战 张天赐巧妙地混入了一个劫匪团伙 这伙匪徒名为黑虎帮 是江湖上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他们专门打劫富豪商旅 手段凶残 张天赐表面上是一个普通的小龙啰 默默无闻 但在暗中 他却利用自己的聪明才制策划着如何夺取宝物 宝物的运送之日终于到了 黑虎帮全副武装拦截了朝廷的护卫队 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 刀光剑影 喊杀声震天 张天赐在混战中见缝插针 趁乱躲进了运送宝物的马车 他打开箱子 发现里面果然藏着一批珍贵无比的宝物和一封机密书信 正当张天赐准备带着宝物逃走时 他的背后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你想带着这些东西去哪儿 张天赐猛然回头 看到了一位面色冷峻的男人站在他面前 手中握着一柄锋利的长刀 这人正是黑虎帮的首领黑虎 这批宝物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 不应该只让某个人独占 张天赐冷静地说道 毫不畏惧地与黑虎对视 黑虎上下打量着他 嘴角微微一翘 有趣 你这小乞丐倒是有点胆量 出乎意料的是 黑虎并没有动手 反而对张天赐产生了兴趣 问他愿不愿意加入黑虎帮成为他的左右手 张天赐见事不妙 只好暂且答应 但心中已经开始盘算如何 从这位凶狠的首领手中夺权 第三章 智谋崛起 在黑虎帮里 张天赐展现出了过人的机智和胆略 他策划了几次成功的劫掠行动 赢得了黑虎帮中不少成员的信任和支持 与此同时 他也暗中联系了一些不满黑虎暴虐统治的帮众 慢慢筹划自己的反叛计划 几个月后 张天赐决定时机成熟 展开了自己的大忌 他故意安排了一场假情报 让黑虎带领大部分帮众 去追击一支朝廷的护卫队 而自己则趁机在帮中发动政变 迅速控制了帮派 当黑虎回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支持者 甚至自己的亲信也倒戈相像 他怒火中烧 拔刀与张天赐决战 然而张天赐早有准备 与黑虎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 最终黑虎殷亲敌败在了张天赐手下 身负重伤 张天赐站在黑虎的尸体前冷冷的说 这天下不是靠蛮力 而是靠脑子 从那天起 张天赐正式成为黑虎帮的新首领 而黑虎帮也在他的带领下变得更加强大 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到了整个京城附近 第四章 美人的心 在张天赐崛起的过程中 他一直心心念念着富商李老爷的女儿李清雪 这位曾经施舍过他一顿饭的女子 如今已是京城中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家人 张天赐凭借黑虎帮的势力 秘密派人调查李清雪的情况 发现他的父亲李老爷正被朝廷中的权贵盯上 意图吞并他的财产 张天赐决定帮助李清雪摆脱困境 作为回报 他也想借此机会赢得他的芳心 一晚 张天赐带领黑虎帮的一众手下 悄悄潜入李家府邸 当他看到李清雪时 他已经被朝廷的走狗软禁 张天赐心中燃起了怒火 他毫不犹豫的指挥手下杀出一条血路 救出了李清雪 你是那个乞丐 李清雪惊讶地看着张天赐 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 张天赐笑了笑 点了点头 是我 李小姐 曾经那个在你们前讨饭的乞丐 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我了 如今 我张天赐有能力保护你 不让任何人再欺负你 李清雪听到这话 心中五味杂陈 他从没想到那个曾经穷困潦倒的乞丐 如今已经成为了江湖上声明远播的黑虎帮首领 而更让他意外的是张天赐居然冒着危险来救他 你为什么要帮我 李清雪问道 目光中透着些许困惑和感动 张天赐深吸一口气 平静地说 因为你是这个世上唯一一个在我最骆驼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的人 你的一点点善意对我而言比千金万银更为珍贵 李清雪镇住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那只是他无心的一个善举 却没想到成为了张天赐人生中的转折点 他突然觉得眼前的张天赐不再只是那个过去的乞丐 而是一个有担当有情义的男人 我感激你救了我 但现在你站在这条路上会很危险 李清雪语气中带着担忧 危险 在这乱世中谁不是活在危险里 我不怕这些人朝廷也好江湖也罢 他们的阴谋诡计都奈何不了我 张天赐眼神坚定带着一股无惧无畏的气势 李清雪被张天赐的气魄所感染 心中也燃起了希望之火 他看着眼前这个为了保护他而不顾生死的男人 心中的感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他不再把他当成一个无名小卒 而是一个值得托付的英雄 第五章 步步未营 就出李清雪后 张天赐并未急于行动 而是谋定而后动 他知道 虽然自己已经掌控了黑虎帮 但要对抗朝廷的权贵人 需要更周密的计划和更强大的力量 张天赐首先向江湖中的其他帮派 伸出了联合的橄榄枝 他凭借黑虎帮的实力 以及自身的智慧 迅速在江湖中赢得了一批忠诚的盟友 这些盟友既有如狼似虎的武林好汉 也有见多士广的谋士 他们的加入使得张天赐的势力如日中天 同时张天赐也加强了对朝廷的情报网络 通过暗中操控一些贪官和精神负伤 逐渐掌握了朝廷内部的动向 凭借这些情报 他能够预知并化解一次次潜在的危机 稳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然而张天赐并不满足于江湖和富商之间的势力 他的目标是更高的 进入朝廷成为真正掌控天下命运的力量 他很清楚 仅靠江湖势力是无法与朝廷抗衡的 他必须在权力中心内部安插自己的人手 这时机会来了 朝廷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 其中一位掌握兵权的重臣王大人 因为卷入了贪污案面临被革职的危险 张天赐得之后 立刻安排人将自己掌握的证据送到王大人手中 暗中帮助他解决了这场危机 王大人对张天赐的帮助感恩戴德 答应在朝中为他提供庇护 并将他引荐给一些朝廷中的权贵 就这样张天赐开始渐渐打入朝廷内部 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和人脉 第六章 天下争夺 张天赐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他的名声在江湖和朝廷之间迅速传播 许多官员和贵族开始对这位从乞丐崛起的黑虎帮首领产生忌惮 甚至皇帝也听说了他的名字 就在这时一个更大的机会来临了 北方的边军叛变 皇帝急需一位能统领大军的将领平乱 然而 京城中的各派势力相互撤走 无人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张天赐抓住了这个机会 通过王大人的推荐 提出由他来率领黑虎帮和江湖盟友 并联合朝廷兵力平定叛乱 皇帝虽然对张天赐的背景有所顾虑 但眼下情势危急 别无选择 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张天赐上任后 以雷霆之势迅速平定了叛乱 他的勇敢与谋略不仅赢得了朝廷的赞赏 也得到了边军的效忠 这场胜利使得张天赐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他的势力在江湖和朝廷之间如鱼得水 无人敢轻易挑战 第七章 美人归心 随着张天赐的崛起 李清雪对他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他从最初的感激 慢慢转变为对他的欣赏和爱慕 张天赐虽然忙于全谋 但对李清雪始终情深意重 一次张天赐从北方平乱回到京城后 李清雪特意准备了晚宴 为他接风洗尘 席间 李清雪羞涩地对张天赐说 天赐 我心中有一句话想告诉你很久了 张天赐微笑着看向他 温柔地说 有什么话 尽管说 李清雪深吸一口气 红着脸说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对一位曾经的乞丐心生爱意 可如今 你已经成为了我心中最敬重的男人 我愿意一生一世与你共度 不论你将来是富贵还是再次骆驼 我都愿意陪伴在你身边 张天赐心中激动不已 这一刻他终于听到了自己最想听到的话 他深情地握住李清雪的手 郑重地说 我张天赐也一生一世只愿守护你 等到我真正夺下这天下 定会让你成为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两人情深意重 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清雪成为了张天赐在仕途和江湖中最坚定的支持者 帮助他在风雨飘摇的权力斗争中一路走得更远 第八章 乞丐的天下 随着张天赐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朝中官僚对他的忌惮越来越深 尤其是那些权臣贵族 对他这个乞丐出身的人越发不满 他们联合起来 试图削弱张天赐的势力 甚至策划了一次政变 企图除掉他 然而张天赐早已在暗中部署 对这场政变了如指掌 他反而利用这次机会 将朝中的权臣们一网打尽 最终稳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皇帝虽然心中有所警惕 但张天赐的势力已经无法轻易撼动 最终皇帝不得不承认张天赐的功勋 封他为护国大将军 赐予他广大封的 让他名正言顺的掌控天下大局 张天赐站在朝堂之上 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李老爷们前乞讨的日子 心中感慨万千 如今他不仅夺得了权力 赢得了美人 还让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官老爷们彻底臣服 是乞丐又怎么样 张天赐自语道 只要有胆量 有智慧 这天下我照样可以争 照样可以报的美人归 结尾 张天赐从一个流浪的乞丐 凭借自己的勇气 智慧和坚韧不拔 最终在乱世中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他不仅让江湖和朝廷中的势力 对他敬畏三分 也赢得了李清雪的爱情 从此 天下人不再敢小看任何一个乞丐 因为他们知道张天赐的传奇将永远被世人传送 好